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7月21日礼拜日的第二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 在阿斯坦安全论坛表示 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美军有信心打败大陆军队 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就说 美国将会是仔细审视 是不是继续推进下一代空中优势平台 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压制中国 并且在必要进行战斗的时候取得胜利 在讲完之前 首先要欢迎各位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 希望可以讲多些不同的多元化的题材 除了本地和大陆的消息以外 都希望可以讲一些国际的新闻 尽量去排除一些受到演算法干扰的议题 我们尽量要避免 因为我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些伪议题 其实就是走去阴干黄台 已经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的话 希望可以看完我们的视频 我们今天就出到第二条 第一条片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已经播出了 如果大家看不到的话 就可以按下我们的频道 希望可以收睇第一条片 好了 我们讲回今次的主题 先去看看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 有什么最新的发表 在阿斯坦安全论坛上 霍氏新闻记者就去问布朗 若然大陆试图夺取台湾的话 美国能不能够赢得这场针对大陆的战争呢 布朗回复就说 是的 我对于美军的部队是充满信心 你们也应该要是这样 美军就是世界上最具杀伤力 以及最受推崇的作战部队 我去过的每一个国家 其实他们都好像想成为我们美军 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榜样 如果我们跟中国发生冲突 就必须要以全国之力来应对 如果美国受到挑战 我们一定会应战 所以布朗的答复就是非常肯定 赢紧的 很有信心 记者追问 日本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指出 根据去年对于大陆军演的判断 中国可能会想着在一个礼拜以内 迅速攻占台湾 而不是打足一个月 到底这份报告的评估是否是准确呢 对于美国的军事计划有什么影响呢 布朗的回应就是说 首先 美中在今后如果真的爆发冲突的时候 就将会和美国以往历来的冲突都不一样 它的惨烈程度将会是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 其次 中国最清楚美军在作战能力上的优势 中国很可能是想尽快行动 在美军投放到台海之前就动手 因此布朗正聚焦在后勤方面 一直都在和美军的后勤主管 进行额外的兵器推演 要搞清楚美军作战能力 投放到台海速度这个问题 美军越能够显示 可以快速到达台海 对中国就越有威胁力 布朗还说到 美军也致力于为台湾提供更有效的武器 增强台湾的防卫力量 使得台湾成为大陆更加难以对付的目标 而未来的战争 可能不但只需要美军习惯使用的高端能力 而是要多种能力的结合 包括高科技 无人机 和网络的能力等等 所以布朗解释得很清楚 如果一旦开战就死得人多 惨烈程度可比异战 所以一定是可面侧面 现在美军尽量想利用威胁力量 使得大陆不敢动手 这就是美国一直在做的事 尤其是近几年以来 美国已经逐渐从以往的战略模糊 走向战略清晰 甚至今年台湾国防部长邮国正也承认了 美军一直在离岛训练台湾军队 所谓交流就是互相观摩 看看台湾军队有什么问题 如何改进 使得国军可以学习 虽然邮国正没有透露美军部署的细节 但是那一次就是台湾罕有承认了美军 在台湾境内是有活动的 这个离岛究竟是在哪里呢 台澎金马可能是说金门 马祖那些 但马祖就很容易被人拆割 很多人就猜在金门有部署 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 第一,如果没有美国授意的话 台湾就不敢走出来暗示或者承认这些东西 美国当然是可以做部署 但是台湾不会敢认的 如果没有美国默许的话 第二,台湾现在说出这个讯息 很明显就是要向大陆发放一个强烈的讯号 因为在去年佩洛西访台的时候 大陆就做了很大规模的所谓环台军演 今年又有做一次 赖清德做这个就职仪式的时候 有在这个金门那里搞很多部署 为什么现在台湾是要特意说出这件事呢 就要告诉大陆 不要想着可以快速攻陷金门 有美军在那里 他暗示,他没有说 但是那些人不停估认 所以这是等同发放一个强烈的讯号 好了 现在大陆方面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对于这个 暴浪上将所说的事情 就不见得到有的 他说有信心击败你 不说的 这个解放军的发言人就没有回应 可能没有 可能迟些会有 实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是多少分量呢 他就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军职 也是美国总统 国防部长 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首席军事顾问 故此他说的说话 就是极具分量的 他说得出说有信心 那代表其实是很有信心的了 此外 有关于台海的议题 近期很多人在担心这些 担心什么呢 就是说特朗普在演说的时候 说到台湾要交保护费 台湾距离中国很近 但是距离美国很远 于是引起一些人的无限联想 就说特朗普可能会出卖台湾 大陆武统台湾指日可待 这些全部都是找来说的 为什么呢 我一直都不相信这些论调 其实是很笨的 我觉得 我们看看共和党人有什么看法 其中一个共和党人 就是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 苏利文 这是另一个苏利文 他同样也有出席 这个阿斯帕安全论坛的一场讨论 各界都在担心 会不会卖台 我就一定说不会 这位苏利文参议员 他也说不会 他怎么说呢 很值得大家参考 他说在这个问题上 行动和记录 比起延迟更加重要 苏利文参议员说 我想说的是 在这些问题上 绝对记录比起延迟更重要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 台湾问题上的记录 是所有政府当中最强而有力 在那段时间里 美国向台湾运送的武器 毫无疑问 比过去几届的政府加起上来 都重要多 这是不是事实呢 是的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 美国对台的军售 是史无前例的 不断卖先进武器给台湾 增强了国军的军事实力 他是不是在说事实 是的 当然拜登有继续做 有继续对台售武 但是特朗普是将层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是不是事实呢 是的 所以有一句说话就是 行动比起说话更加大声 这个英文是言语 根本上你要看他做些什么 他只是说 交保护费 你要看他做些什么 而且特朗普也曾说过 喂 大陆胆敢去发动 侵略台湾的时候 他就会炸北京 那为什么担心 台海局势的人 他不去说这一件事呢 如果你要针对特朗普的片言赤 与无限联想 无限上纲 我都没有什么意思的 他说了很多东西 对不对 你要看他做些什么 实际上他就是在做一些对台湾的安全有利的事情 苏利文参议员还说到 在特朗普时期 还派出了高级代表团 甚至乎是内国官员访台 那又是事实 是现任的内国成员访台湾 在2020年的时候 特朗普总统派出了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 他就是自从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42年以后 最高级别的现任内国官员访台 这个够重视台湾 拜登时期有没有做这样的事 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苏利文还强调 他认为美国在台湾海峡需要做的 是持续协助台湾发展军事能力 必须训练出一支有能力作出应对的军队 苏利文曾经在海军陆战队的束缚役 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的时候 两岸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 时任总统克林顿 紧急调动派遣两个航空母艦战斗群 去到台湾海峡 苏利文当时在其中一支军舰上 他亲身经历了这一次的历史事件 苏利文也在国会里多次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并且提出法案支持台湾 去年3月他推出了《与台湾站在一起》 那次就是苏利文第二次提案 按照这一部法案 在人民解放军或其代理人 启动对台湾的军事侵略时 美国会采取后果严重 和全面性的经济和金融制裁 包括对中共党员和产业界的制裁 以及禁止美国金融机构 包括投资公司、私人资本公司、 风险资金公司和避险基金 投资在任何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中国实体 法案又禁止进口完全或部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采、生产或制造的某些商品 苏利文就说 要让习近平知道 如果他是入侵台湾 美国将会对他实施大规模的经济、金融和能源制裁 这是三层威胁 他认为将会在台湾海峡保持着威胁 除非习近平想摘息子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美国会有能力保卫台湾 以上就是联邦参议员蘇利文的说法 所以他点出了一个真相 有些人就单凭见到语言之后说他卖台 这些是以骗概全 这位参议员就说得好 实际上就要看特朗普 究竟他的行动上做些什么 还有他的往迹 是怎样 而不是看他在竞选集会中的一句 竞选集会上的言论 在集會上為何要牽動一下情緒之類的事 你不能說單憑他說他賣台 有些人更好笑 又說特朗普賣港他怎樣賣港呢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在什麼時候通過的 是2019年通過由特朗普總統簽署的 當然那個會是兩黨的共識 那個是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共識 但是你說特朗普賣台他怎樣賣台呢 而且特朗普也曾說過 他說他有份叫停大陸 叫軍隊到香港 當然有沒有發生這件事 你就要看看信不信他所說 但事實上在2019年8月的時候 真的有些外媒是拍得到 有些大陸軍隊已經是部署在深圳 為什麼會在深圳的體育場拍出來 沒有假的 那些軍隊準備做了什麼呢 特朗普就說他叫停了 信不信由你 所以你說 他賣台 有些人說他賣港 這些完全是無稽指控 接下來又說一下關於緩污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又說 特朗普上台以後就沒有了 烏克蘭死定了 玩完了 這些是大喊實 我看到 美國政治媒體Political的一篇文章 他也是說關於阿斯帆安全論壇 有說關於緩污的議題 其中一句是這麼說的 布朗上將說到 如果特朗普能夠在24小時之內 完成得到結束俄烏戰爭 達成和平協議 那就太好了 就會停止衝突 然後我們將會返回到更加安全的全球環境 這篇文章就說 當布朗發表這番言論之際 大西洋兩岸越來越擔心 特朗普將會收回 對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承諾 並且減少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 這句是重要的 特朗普的盟友堅稱 只要歐洲盟友實現國防支出目標 特朗普將會繼續支持烏克蘭 說得很清楚 不是說不撐他 為什麼不撐他 但是在撐之餘 歐洲方面會否縮骨又沽寒 現在你直接面對著 來自俄羅斯的安全威脅 你是否打算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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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不給錢的大佬 你給不給軍費 我想昨天還是前天的一節 我們也有說 我有說類似的推測 其實就不是說不撐 他就想夾回歐洲人 你不要打算退在後面 將責任外判給美國 然後什麼都指引人 你沒有責任 為什麼這個責任會落在美國納稅人身上 別人也會有意見 對不對 當然你說援污 很多人都支持援污 但是援污之餘 不是只有一個援 獨力攔資 其他那些不用幫忙 尤其我看到德國還說 下年 他就會削減援污的資金 是一半 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 從俄羅斯那邊充公回來的資金 所支撐出來的利息利潤 就可以援污 拿那塊錢去援污 所以他就可以減少了 這些就是特朗普很不喜歡見到的東西 為什麼你把那塊錢 凍結了回來 你資深的利息 你自己又縮骨了 為什麼不是由美國縮 在你那裡縮 你有沒有跟美國談過事前 還是你以為自把自為 這些是不是很離譜的事情 整個北約組織是大家的北約組織 不是美國單獨的北約組織 雖然軍事實力上 必須是以他為首 但是就沒有理由 你算是減開支 人家就繼續 付錢 610億美元 一批 所以 這個political的文章 說得很清楚 歐洲的盟友 如果實現得到 國防支出的目標 人家就不會退 只要20小時之內 能不能夠談得來 這是他的目標 他說是這麼說 沒所謂 大家 孤網聽之 孤網信之 能夠達致和平 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沒有說 一定要犧牲烏克蘭的利益 你不能夠假承 特朗普一定會犧牲烏克蘭的利益 他沒有這麼說 而且澤連司機不額頭 也不會達成得到和平協議 接下來我們看看美國空軍有什麼說法 美國空軍部長肯德爾說到 美國將會做出最終決定 仔細審視 是否繼續推進 下一代空中優勢 NGAD平台 NGAD是美國空軍為了開發第六檔戰機 所進行的計劃 最終會接替F-22 猛獸戰鬥機 不過未來替代型的機型成本受到了嚴格審查 因為每架戰機的造價超過3億美元 就是F-35閃電二戰機的三倍成本 肯德爾還說 NGAD的購賞 是在很多事情發生之前提出的 因此在繼續推進這個平台以前 將要認真地審視 包括載人平台 協作戰鬥機 武器系統 和通訊在內的各種系列 而美軍也面臨著 更新的陸機 核史威懾力量 以及開發 B-21轟炸機的高盲成本 國防與航天報告的編輯 穆拉迪安就說 NGAD就是美國空軍 想要的一系列能力的綜合項目 目的就是為了能夠更好地壓制中國 並且要在必要進行戰鬥的時候取得勝利 所以究竟會不會繼續扔錢下去呢 現在 為何他會一直不斷說這些東西呢 這個空軍部長 不斷說 要做認真的審視 其實要拿錢 因為說到最尾就是 目前空軍的預算是受到限制 故此他們要想真點 擺幾百億美元 去做相關的投資研發 是不是正確的決定呢 現在他們就說 要面臨著大陸很大的威脅 其實我認為 他說那麼多話 無非是想 批這個軍費 讓他去做相關的投資 至於大陸最近有什麼行動呢 中國和俄羅斯 在日前舉行了 海上聯合2024軍事演習 中俄兩國海軍 完成了第一次 海上聯合巡航至南海的紀錄 厲害了 現在俄羅斯自己都沒搞定 那些海軍不斷被人炸 在黑海那裏 現在又說派一些軍艦 去南海 其實很明顯被大陸要求他去襯 這個擺明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家安全研究所 所副研究員劉蕭祥 就說 對於大陸來說 在亞太地區 聯合軍演和聯合巡航 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對俄羅斯卻有不同意義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在2022年曾經指責 北約組織 在亞太的挑釁 對俄羅斯構成了威脅 所以中俄兩國要聯合軍演 問題是 俄羅斯在南海並無重大利益 以及在南海的周邊國家 都沒有衝突 俄羅斯根本是大難也扯不上 但是俄羅斯這次 就是因為俄烏戰爭 而不得不趟這壇的運水 俄羅斯之所以 願意配合中國 極有可能 就是要借此換取中國 在後續 對於俄羅斯的支持 我會認同這個說法 俄羅斯在南海地區根本沒有什麼利益 他不是配合大陸 他跑去替死 為什麼要配合大陸呢 大陸喊到就要趁 因為大陸輸出那麼多軍民兩用的產品給他 他沒有了大陸這條喉嚇 他自己的軍工業也不碰 故此 大陸說要怎樣 現在俄羅斯正式是要做契弟 至於說會不會破壞和越南之間的友誼呢 美國之音就說 這一次的軍演 或者會使得俄羅斯和越南的關係 出現些少的矛盾 因為越南和中國本身在南海有主權爭議 如果他叫你在南海 走去出蠢 你又陪他去 別人肯定看到就不是未宜 但是由於越南和俄羅斯有長期的軍事合作 越南對俄羅斯的軍事配備有依賴 即使越南有不滿也好 也沒有辦法作出什麼行動 所以就大石砸死蟹這個世界 但是在中國之上 還有一個美國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就說 美國將會採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確保菲律賓能夠 向人愛招坐灘的軍艦上的官兵提供補給 而且他還說到一件事 就是為了1950年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規定 任何一方遭到第三方的武力攻擊 兩國將會就著怎樣共同抵禦攻擊 進行磋商和採取共同措施 雙方清楚表明了這個條約 是適用於南海的公共船隻 所以中國清楚知道 一旦跨越了那條線 雙方就會認為 適用於這個共同防禦條約 故此美國都是搬出這個共同防禦條約 但在大陸 你自己因主 會不會 越過了這條紅線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